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次這條影片會和大家回到Metro Town最繁忙的市中心 突然覺得不太繁忙 為甚麼沒有車 和大家分享下 未來這一年或大半年 Metro Town應該有三個比較好 比較推薦的項目 Kerry會陸續和大家分享 一個是我們之前 上兩個月有段影片和大家說過 就是Greenhouse by Concord 這個會是一個Premium的盤子 它叫做Greenhouse 也是想要一些冷靜的環境 給大家養生 所以項目就不在這個位置 是在Patterson站對著Central Park 那個也是大單位Premium為主 今天就不分享那個 等到更多資訊 再和大家去實地考察 今天會和大家主力說的 就是Citizen by Anthem的項目 之前我們拍攝Stations Square的影片的時候 都和大家點過一下的朋友 探討過這個位置 已經在問我這個項目的資訊 我現在已經來到Citizen這個位置 先替關子 說三個項目 入正題之前 第三個項目 現在的資訊很少 會是前面Skytrain 南面 那裏會有一個新款 叫做Rain by West Group 我現在很少資料 之後再和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就進入正題了 現在說的是Citizen的項目 我們已經來到現場 這塊板Citizen已經圍住了後面將來的工地 它就在Kingsway 然後前面它對正的 就已經說的是Matchon Town的商場 大家可以看到電影院的位置 Winners在這裏 之後這裏還有一個Superstore的超級市場 它的旁邊 就是這裏的斜對面 這幾座樓 已經是同一個發展商Antham 是完成了一個產品 就是Stations Square 總共五座樓 所以大家去超級市場賣東西 可以去Price Mark 可以去Superstore 然後Matchon Town本身 又有整個地區 還加上禮精在後面 其實Sleep Country那裏就是禮精 所以買送食飯很方便 去Sky Train站的話 你穿過對面馬路 穿過Stations Square就已經是了 所以各方面的話 主要就是賣地區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看完實地之後 就去受樓署那裏 了解一下這個項目是怎樣建的 你看 它有狂閃 什麼狂閃 這個Citizen 現在大家在螢光幕 看到星光燦燦閃耀的 就是Citizen這座樓 它很高的 66層樓高 它主要可以說分了幾個 跟大家解釋一下 下面最突出來的框框 這幾層樓高 它就會是office building 會由將來Antham自己去管理出租 看到下面Street Level會有些市場 現在都知道會有咖啡店和餐廳 還有一些店舖是 unknown的 但是放得在那個位置 就是Kingsway這個最黃金的地方 都很少會放一些古榮珍貴的店舖 最多都是和大家生活識識相關的東西 然後這個座樓向上開始 就是可以居住的一些樓層 但是都未是大家可以買的樓層住 因為其實它去到31樓 即是這個平台樓下 都會是出租的一個 portion 大家現在看了很多項目都知道 其實市政府是要求Developer 他重新去Develop 起高樓的時候 一定要有出租的 portion 今次就放在低樓層這一堆 它其實總共我都了解了 它會有272個Rental Unit 其中有200個 就會由Antham自己去管出租 剩下70多個就給BC Housing 做Income Qualified Program的出租 進入氣屋 大家可以買可以住的單位 其實都已經會是32樓開始 32樓可以說是特色樓層 因為它有大概三分一至一半 是用來做會所的 就是有一些戶外的花園 有健康 然後有休息室 派對屋等等 所以大家會看到這邊有Dance Studio 全部都是的 31、32樓 所以這一層的住宅單位會沒有了 然後除了這一層的amenity之外 因為它其實最高66樓 就是最頂層的層 它都是一個類似Sky Lounge 就是有一個好像派對屋一樣 大家可以在那裡開派對 可以看到很美麗的風景 所以最高那一層 都會是比較特別的 它真正的住宅 從32樓開始 特色單位 然後一直上到65樓 每一層大約都11個單位 然後每一層的積積大致上都是大同小異的 我先給大家看看景觀 因為大家想買得市中心 現在又有方便 又新樓 但是對景觀的項目都非常重視 大家看到33樓到66樓 我們拿個中間的樓層 例如48樓開始看 現在這邊是向北 其實這一座樓Cyphison 因為它在Kingsway的北邊 所以再往北 其實那些森林也好 現在現有的建築 大部分都會是低樓 或者是一些比較舊的高樓 所以看到它的樓層很矮 所以其實大家喜歡景觀的話 這一座樓是北邊 連帶西北 和東北 會是比較漂亮的 東北這邊唯一一座比較高的新樓 就是Success by Town Line 它大概都是四十幾五十層高 41層高 所以我們在48樓已經不太阻礙你了 如果你33樓的話 你就會讓它阻礙多一點 但是也不會完全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還有這邊很多的開放空間 然後回到48樓 這邊是北邊 然後西北邊 其實現在這個Cyptizen 整個4Play 最大的單位是三房 每一層都有的 900呎左右 它就是用這個景 西北邊 基本上 你會看到一點點 Tower 6 600K那座現樓 前面的小小樓 然後你會有遠方的 下廈 有些海 山景 北邊的 Brandwood那邊的景 所以這個景觀是應該最刺激的 我們慢慢回到南邊 這些西邊 就看回City View Central Park 這個景觀 如果大家買樓層比較高的 去到50多樓的時候 你會見得少一些樓 以及更多的Central Park 這個位置都可以 但要高層 慢慢向到南邊 就會越來越多不同的建築 這裡就是SkyChain Station 然後回到這邊 就向東邊 東邊的話 現在也不算很密集 但其實如果大家之前有追蹤的影片 我們2021年的時候 上一期 就是賣Concord Metro Town 這裡會有三座高樓 也很高 當初Concord Metro有三座建築 有一座Grand Tower 在這裡 當初是最高的座 現在就已經被City View 超越了它的高度 然後就回到這邊 就是東北 Corner 看看Success這個建築 大概這座樓的不同的方位 就是這樣 跟大家看看Fall Plan 座樓的話 剛剛說了最大的單位 景觀最漂亮的 就是這個Cyber Corner 是一個三房單位 905呎左右 也是一個積射得很減稠 門口進來 一排都是Storage 衣櫃、冷氣、洗衣機、乾衣機 然後就是剛剛 我們稍後會跟大家看的 做了一個廚房示範單位 就是有一個Island 連著餐桌送給大家 然後客廳 然後這個主人房在這邊 另外兩間房在這裡 洗手間就是這兩個房間 就分享這個 主人房有自己的套間 整個單位就是三房 905呎 也是有一個Balcony 横柱是扔出去的 所以單位裡面沒有處 很減稠 我覺得這一個三房單位的話 景觀漂亮之餘 不是超級大 所以可能價錢會比較便宜 相對起 我們之前說Greenhouse 其他項目 三房的價位會比這個 欠了一大截 因為尺數全部都不同了 幾經濟實惠 另外 即是多少錢 現在沒有價錢 因為Citizen現在還是一個 很初步很初步的階段 變成我們現在有的資料很有限 主要就是Fall Plan 然後Fall Plate 以及可以進來看看Preview 暫時發展相給我的訊息 大家可以預計是1400元左右 就是平均尺價 所以正常來說 通常就是單位的尺數越小的話 它就會… 尺價會拉得越高 尺數大了 尺價又會拉低一點 但有時某些景 好像這個三房 因為它又是三房單位 另外它又有最美的景 所以又會再貴多一點 所以很難說 但是你如何都 如果三房的話 可能都過1.3以上 就不會說去100萬房 你買到三房難度比較高 然後呢 除了這個階段 剛剛說了 另外的幾個階段 全部都會是兩房加釘 尺數由小一點 830多尺到大 870一尺都有 全部都是兩房加釘 這三個階段 就是有一個Island連餐桌 這個就沒有 然後中間 這些兩房單位 兩房加釘800多尺 Carrie估計都會過1.000 因為它們是比較大的兩房 現在我們通常說 Metrotown Brandwood的話 那些700多尺 就有機會 剛剛好 跨近100萬 100多萬 但是這些去到800多尺 尤其是871那些 我想怎樣都會去到1.1 但是當然 Don't quote me 這個不是Carrie的預算 就不是發展商 跟我說的價錢 我們可以大概大家再計算一下 那樓層又會有影響 然後 然後 夾在中間 就全部都是 Studio 一房 和一房加釘 Studio 每一層只有一個 這個絕對是上車單位 400呎左右的單位 另外 其他就有些是一房加釘 也有些是one bedroom 由小小的500呎頭 到600呎都有 當然單位大 那欠心就會大了 但是大家的居住空間就會多了 然後我們現在是一個很早的Stage 所以比較早期的話 跟Carrie買的話 我們可以問發展商 每一個單位都可以拿到一個免費的Locker 價值大約5000元 這是限時優惠 之後有沒有或者什麼時候就不知道 然後剛剛說的所有單位 除了這個Studio之外 都會有一個車位 亦都會是EV ready 到時大家可以買電車 現在比較早這個階段 發展商做的優惠 就會是assignment fee 很便宜 是500元 即是大家現在買 因為那些帳樓是 estimate 2028至2029起好 中間有什麼事發生了 想小屋換大屋 大屋換小屋 想不要這個單位的話 轉樓花轉走 手續費是500元 是比較便宜的 另外當然 你買的單位 比較早期跟發展商說 你有興趣 入request form 拿到單位的話 都會有些優惠 小的Studio一房就一萬 兩房就兩萬 三房就兩萬五 最後一件東西 Carrie覺得比較特別的 就是 Deposit Structure 因為現在大家 息口高 錢放在銀行裡 息口高一點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發展商今次做了一個program 就是這個20%或15%的 Deposit Structure 是怎樣比呢 是將期間拉得好開 我們現在estimate 譬如7、8、8、9月的時候 去開買 大家給第一期的Deposit 就會是5% 然後呢 第二個Portion 就是明年的年頭 2024年年頭5% 下一期是2025年年頭 最後一期如果20% 就是最後2026年的年頭 大家一年給一次錢 5%就可以了 當然 如果你買大一點的單位 兩房或三房的話 全部都會是15% Deposit 相對來說 那些錢可以放回銀行儲息 就不用那麼快被發展商扣住了 現在售樓處的後面這裡 就做了一個Display的廚房 以及洗手間釘的空間 給大家來感受一下 它未來的座樓會建成怎樣 設計、用料、顏色等等 這次看到比較特別的位置 跟以往Antham的Project 沒有的主要就是這隻 大的Island加上餐桌 這是今次的一個特色 不過不是每一個職都有 Carrie看完所有計劃之後 就發現主要是三隻大單位 即西北corner的三房 以及有兩個兩房加釘的職 有一個後面是Linear的廚房 再加上前面有一個中度 中度的長度 本身都可以坐到三至四個人 然後它再黏住中度 膠樓標準 再加上一塊都是這些Quartz 同樣材質的台面 但是大家不用當Island坐 是普通Table Size 可以坐下吃飯的一張桌子 闊度大家都看到 足夠放置 這些比較闊身的椅 就不用坐到很窄 然後就可以坐四個人 這個就是大單位 有的 這是比較特別的職 看完這個職之後 我們又看看廚房是怎樣 跟大家說回 這一組櫃是有Display的 到時不會有開孔 就是普通的廚櫃面 這裡開始看 雪櫃的話 大單位 除了小房單位之外 都會有三十吋雪櫃 今次Antham for Citizen用的是Bosch的Package 所以雪櫃、冰櫃都是Bosch的 這個雪櫃應該大家在很多不同的項目都看不少 它顏色方面就用了 今次大家看到這款Color Scheme 就是比較淺色系的 就是這些淺木色的櫃面 然後配上一大片的Quartz Sett 上面就是儲物空間 可以給大家看看這個抽油煙機上面的風管 哇 最喜歡開一些櫃 給大家看看裡面的儲物空間 做到頂部 每一個單位都是九尺樓底 但是照例去到廚房的地方 會有一個Drop-down ceiling 不足九尺 但客廳、睡房也有九尺樓底 看完上面 下面這裡 一樣是Bosch的電器 五個GAS爐頭明火煮食 然後下面也是Lafch的焗爐 然後旁邊也沒有坑皮 全部都是櫃桶 櫃桶中間這裡有一個金屬手柄 就算有些時候手濕 也沒有那麼容易 搞到這裡的木就繞起 每一架櫃桶都是這隻手柄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大格的櫃桶 然後這裡繼續是儲物空間 然後如果是… 剛才說過這隻織是大單位才會有的 如果小一點的單位 我看大部分的廚房 例如小一點的兩房 或者有些一房加釘會做L-shape 可能是雪櫃這邊會圍過來 中間大家之後就配上餐桌 就沒有Illand 也有些比較小的一房單位 它就沒有L-shape 就是這樣Linear廚房 所以有三種廚房組成 我們繼續說這裡 如果有Illand的話 Ditchwasher會通常放在洗手盆旁邊 也是Bosch的 然後下面就是儲物空間 它洗手盆的Sink也挺大 長和闊 然後微波爐在這裡 下面最後一個儲物空間 就是這樣 剛才剛剛漏看了這張桌子 看看有沒有USB插鬚 這裡有 不是USB 就是普通的插電 下面就沒有了 因為坐在這張桌子 大家都很需要有插電 主要我現在看到就是這裡有一個 大家看到這個地板 都會到時跟著 Color Scheme 就是這個Lemonette地板 它用的都是比較闊身的 就沒有再用以前的很窄一條條的地板 看起來更舒適 洗手間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Free Piece 這次的磚 它用了一些灰灰色的 好像Egg Shell的地磚 特色就是大部分 我看到它都盡量用一些大片的 兩尺乘兩尺的正方磚 一直長身都是 然後Shower Stole的話 纖維底座 中間又做到一個Niche 讓大家放東西 然後 Good thing is 它有兩個花灑頭 一個是上面的Ring Head 另一個是可以拿下來 調校高低的Shower Head 這個OK了 然後這邊洗手盆的話 就會有Madison Cabinet 看看這個是不是 第一個 一個是Madison Cabinet 然後呢 嗨 然後這裡有一個燈 下面有些儲物空間 一樣都是有這些金屬手柄 大概洗手間就會是這樣的 對Citizen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網站 carryquite.com citizen 可以拿到所有的 for plan brochure等的資料 你有興趣去售樓署 去看看整個Model是怎樣的 或者想入表去買樓 就填了我網上的方案 Carry會聯絡你 經常說麗晶 麗晶都沒進來 給大家看看麗晶 麗晶呢 我覺得很難泊車 高難度泊車 對我來說 所以我們同樣都不會泊進來 都是泊附近走進來 今天其實我們有個目標 我想買862 不知道在哪裡買 iTalk BB 這個很香港 iTalk BB 有些紛紛郵輪 郵輪家旗 是啊 這些好像在買 在買高級的海味 海味 現在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現在在包含TUNER 是啊 這個圓環形的設計 來到了 看看 街市 買點菜 賣菜嗎 沒有菜 那通菜 就這個 帶你們有沒有錢 上海 油菜是1.4 我們上次拿這兩棵菜 好像是Servic的時候 你記得嗎 你繼續吧 有肉的 我突然想起大埔梁九忌 是啊 是啊 這裡有沒有一些 咦 我問過我的朋友 這裡有沒有一些 好像大埔梁九忌 有些醃好那些 那些不同的 燒烤的那些扒 突然想BBQ了 BBQ 不是 這些是花膠 還有什麼 有沒有白木耳 白木耳有 去哪裡 加起來多少錢 就8元 我剩8元給你 好 這個潤費 對 怎樣煲 通常跟紅棗 紅棗鏈子 紅棗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有沒有紅棗鏈子買 有啊 我們家裡有紅棗 但是我們有 鏈子呢 鏈子可能沒有 是不是要燉的 煲就可以燉 煲啊 紅棗鏈子 還有呢 有八盒就給那些八盒 九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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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木瓜 你加點木瓜 我都可以 很多東西 現在簡單一點 好 麻煩你 木瓜 是木瓜 蓮子有沒有 有啊 撿些蓮子來 撿些蓮子 那又怎樣 不知道 加起來多少 10元 好 麻煩你先 你先簡單一點 這麼複雜 不 先去買木瓜 那你現在要搞得複雜 為什麼 你現在買完 你不用幫我給觀眾看 要封了我的製成品出來 肯定失敗的 你想要看也失敗 好 木瓜也有 好啊 買 買機廢爐 經常有空 咳嗽兩聲 不知道什麼事 這邊的醫生 有肥肥地 說不清楚他什麼事 接著之後 還有我們用傳統療法 潤肺 潤肺 不要這樣 不行 撞花了 現在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上 你拿著紙 你真的被人罵 不要緊 我喜歡被人罵 然後這邊是Kingsway 沒事 難怪我沒有 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這座樓 就是我們說的 今天會跟大家深入探討的樓盤 你不要碰它 名字是Kings Edison 66層高